我看一下 爸爸你离我的作业远点 怎么了 还怎么了 看好了 爸爸 你干什么 这是我的作业 不小心 不小心嘛 要不你重新写 你做题的时候 能不能先过过脑子 爸爸 破完脑子了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吧 看我的 爸爸这个字我不认识 我觉得也难 不过可以查字典呀 不要什么都依赖别人 妈妈 你看我走到了 小宝金棒值得奖励 哇塞 还是你在行 不过也太大方了吧 是你带娃的方式太老套了 现在养娃可不比从前 得用科学育儿的方式 我特地去学了 家庭教育的课程 他家有60多个育儿小技巧 0到18岁的孩子都能试用 再也不用操心 两娃以后怎么带了 学完以后 老师还会推荐接单渠道呢 赚钱带娃两不误 我最近还在备考相关证书呢 那我也来学学 要不然小宝该不听我的了 那你来我评论区这顶看看 争取树立好爸爸形象啊 我觉得爸爸学了也不会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爸爸呢 就你现在的态度 我觉得老师都不会说你 你们的爸爸辅导这业 也是这样的吗